此前据名记Sams报道,布朗尼在训练中心脏骤停,对一紧急救援送往医院,目前已脱离危险。 据TMC报道,当地时间周一上午9,26分,南加州大学盖伦中心拨打了911,将布朗尼紧急送往医院。 消息员透露,在送医过程中,布朗尼昏迷不醒,救护车开启了三级响应,及同时开启了救护车灯和警笛,这表明了紧急情况的严重性。